这家银行还未开始营业 就迎来一群不速之客 劫匪全副武装 用提早准备好的变身录音 让银行经理把金库全部打开 三分钟内拿着金块回来 否则就干掉在场所有人 同时 劫匪头子要求在场看起来最老实的女人 将其他人全部绑起来 一旦交头接耳 就立马杀了她 在绝对的武力威胁下 他们只好照办 可一名职员突然是一女人 让其把电脑上的报警信息发出去 女人为了自保后撤拒绝 职业员一咬牙准备亲自动手 女人健壮立马伸手阻止 却被劫匪误解当场击倒 她深知自己将命绝于此 拿出小袜子请求劫匪送给她的宝宝 对方没有理会 直接一梭子抱头 今天是女人休完产假 第一天来上班 此时她的工位上 还摆放着老公提前准备好的鲜花照片 因为有产后抑郁 她狠排斥出门 整日坐在家里陪伴孩子 可丈夫是个小白脸 赚的钱还没她的零头多 为了能交得起房租 买得起孩子的尿布湿 衣服 供得起孩子上学 丈夫决绝地将她赶出门 逼迫她去银行工作 为了孩子 女人只好妥协 去应付那些素未谋面的有钱人 在进入银行的前一刻 女人依旧满脸愁容 可当看到同事们提前准备好的巧克力和欢迎蛋糕 她终于还是露出了笑容 可这份感动持续的太过短暂 仅仅几分钟 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孩子 没人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会先到来 但劫匪知道 黄金在此刻已经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除掉在场五个不安分的人之后 五名劫匪携重金驾车撤离 如果他们仔细观察 就会看到在不远处 一辆银色轿车正缓缓跟着他们 里面坐着两名警察 但他们不是来办案立功的 而是黑吃黑 两人之所以会突然沉迷于金钱带来的巨大诱惑 将警察职责和正义荣耀抛之脑后 全都是因为残酷的现实 几天前 警探老白带着搭档安东尼 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提前蹲点 成功抓获一名毒贩 这原本是值得嘉奖 甚至升职加薪的好事 但却因为居民偷拍抓捕现场 被举报暴力执法 故而他们非但没能升职加薪 反而无心停职六周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停职 按理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这一次 两人都面临着长期以来积压的巨大压力 老白再过一个月 就将过六十大寿 可他现在的职位 仍和27岁刚入警局时的一样 更糟糕的是 他那微薄的薪资 只能让家人住在最差劲的住宅区 妻子身患多发性硬化病 没有拐杖根本走不了路 女儿上学需要穿过三条街道 期间时不时遭到黑人小混混的伤害 这个月已经是第五次 很多年以来 老白一直坚信 只要保证工作质量 就能获得和努力相匹配的回报 然而现实的重锤告诉他 鳄鱼奉承远比兢兢业业有用 他那要脑子没脑子 要伸手没伸手的前任搭档 靠着自己那张嘴早就坐上了局长之位 而他却还在最底层 安东尼倒没这么多烦恼 只着急给女友买一枚求婚钻戒 如果不停职 分期付款也不是行不通 可现在他只能忘戒止步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生活就是这么现实 老白不想再这么混混噩噩的过下去 生活的艰辛逼迫他铤而走险 这个险就是抢劫 但老白没想直接动手抢银行 选择跟踪一个外地毒贩 进行黑吃黑 安东尼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在现实和正义面前 心里的那道天平逐渐偏向于光明背道而驰的不归路 两人就这么一拍即合 根据老白线人提供的线索 来到毒贩租住的灰色建筑楼下 里面的633号房就是他的根据地 只要有人来找他 那么时有八九是同伙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即将开始 原本老白以为 毒贩会靠着手里的面粉赚取巨额收益 可现实确实 毒贩手里要钱没钱 要粉没粉 行动资金还是全靠抢劫商店 甚至抢劫同行得来 24小时便利店里 值班店员正在看新闻打发时间 突然门口响铃 只见一个头戴面罩的劫匪持枪进入 威胁他在5秒内把收盈柜的钱都拿出来 店员手忙脚乱一顿敲打 在最后一秒掏出整个收盈柜 可有个大员种在这时进店买东西 花音未落就被劫匪开枪击倒 店员趁机掏出镇垫短枪 不料劫匪实在是太专业 抢先一步将其乱枪击毙 见地上的人还有力气求饶 劫匪二话不说又是一枪 拿走收盈柜里的钱后 他没有立马离开 反而开枪击毁摄像头 冰柜 电视机 甚至是一旁无辜的薯片 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可能是在表示 人和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在他眼里都是可以随意除掉的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劫匪再次行动 想接了两个刚从别人家洗劫出来的小偷 让他们五秒内交出身上的现金 本是同根生 相间合太极 小偷立马听话地掏空口袋 但劫匪可没想留活口 让小偷把前挡风玻璃遮住后 直接蹦蹦两枪干掉他们 这一下子 他的启动资金算是攒够了 当即带着一袋子钱来到交易地点 换来了一辆轮胎煤气 车身防弹 引擎盖有钢板保护的运钞车 作案工具准备就绪 他当即寻找帮手 策划抢劫银行的具体事宜 很快 五人抢劫小组集合完毕 他们在一处偏僻的地下停车场见面 黑人亨利担任运钞车司机 朋友小胖临时被他拉来凑数 坐在副驾驶 全程伪贼在后的老白和安东尼 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确净毒贩这次行动不是贩毒 而是抢劫银行后 决定来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 隔天清晨 五人小组换上保安符 大摇大摆开车上路 在外守了一夜的两人刺激而动 在对方启程的那一刻迅速跟上 但不巧的是 他们在途中遇到红灯 只能眼睁睁看着运钞车时远 不过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 老白很快确定毒贩的抢劫目标 可等两人抵达银行门外时 留守在车上的亨利正警惕地观察四周 为避免暴露 老白只能假装路过 听到对方看不见的拐角处 为求稳妥 两人决定等到劫匪开车的时候再行动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如此凶残 银行里血流成河 人质被摧残得不成样子 安符尼突然后悔了 他们为了那犯罪得来的赃款 竟然罔顾人命 这场抢劫案的发生 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失职 他想匿名向警局报警 但老白极力制止 只差最后一步 这笔黄金就会进入两人的口袋 既然选择黑吃黑 那就没有撤退可言 安符尼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继续与他同行 另一边 亨利正按照既定路线 平稳地往目的地开去 一旁的朋友小胖脑海里 一直浮现那些惨遭秃秃的人质模样 不免吐槽了其去 他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抢劫 谁知道还要杀人 花音刚落 他们身后的气压就变得很低 亨利察觉到异常 连忙让他近身 毒贩本就不信任两人 干脆让他们交出手枪 一路上 亨利都安分守己 不多事不多话 就想在分赃的时候多拿点 亨利前不久刚从监狱出来 他最开始是打算重新做人的 可回到家后 他发现母亲沉迷面粉 甚至为了买得起面粉 招揽各种男人到家里来 父亲跟着在外面交的男朋友私奔了 而他的弟弟被小混混打断双腿 只能坐在轮椅上来回活动 为了拉母亲走出泥潭 也为了满足弟弟想报考游戏设计学校的愿望 亨利在毒贩找上门时 没犹豫多久便答应了 就这样 这场抢劫将三伙人会在了一起 为改善生活的黑人 为获得补偿的黑警 以及从始至终就是坏人的毒贩 最后黄金花落谁家 还未可知 但他们都已跳入这个泥潭 想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注定不可能 运钞车内 劫匪绑来的女人质 突然闹着要上厕所 周围都是大老粗 提出这个要求 简直是自找麻烦 好在他们都还没那么丧心病狂 割烂女人群子后 用碎布挡在下面 命令他赶紧解决 事后 副驾驶座的小胖被喊着过来处理 在枪支威胁下 他只能顺从 用报纸包着碎布扔出窗外 运钞车一直行驶到偏僻的郊外 这里的仓库锁着他们的备用车 钥匙在亨利和小胖的手上 和亨利预料的一样 毒贩从未想过跟他们平摊黄金 对方趁他打开仓库门锁的时候 直接枪杀想要逃走的小胖 好在亨利反应急时 躲过子弹攻击藏于铁板后 紧随其后的老白两人听到枪声 立马戴上面具 在此之前 安东尼就预感这次凶多吉少 提前给女友打电话留言 把求婚钻戒存放的位置告诉他 这一边 重伤的小胖还没断气 为了不让毒贩得逞 他把备用钥匙吞进肚子 没想到有排斥反应 直接吐了出来 但他不放弃 又一次吞了进去 亨利眼看朋友受苦 开枪击退车里的杰匪 将他们困在里面 与此同时 他跑过来准备拉走小胖 但小胖已经经不起折腾 眼看杰匪打开车身上的射击孔 亨利只好再次躲起来 小胖趴着给他交代一言 让其拿到黄金后 给自己的老母亲买一台大电视 还没说完 杰匪就将其彻底击毙 很快 老白和安东尼赶到这里 停靠在不远处观察情况 还不等他们分析完状况 杰匪就朝两人所在的位置疯狂射击 事已至此 老白不愿再等 当时让安东尼架枪 击烂敌人的轮胎和油箱 不料对方早有准备 轮胎本就没气 而安东尼也不太会用这种枪 始终打不中油箱 车内的毒贩不紧不慢 让人抛开小胖的肚子拿出钥匙 随即把尸体丢下车 老白觉得事情不简单 会占据上风 直接猛踩油门撞向运烧车 运钞车受力当场轻翻 现在毒贩三人成了瓮中鳖 为了力挽黄澜 他们威胁女人质照吩咐办事 否则他家人也将为此丢掉性命 片刻后 几声枪响传出运钞车 女人质缓慢爬出车厢 朝着安东尼所在位置移动 他们以为劫匪已经任命 毫无防备的接应人质 然而下一秒 女人质直接开枪击杀安东尼 等老白反应过来击毙女人时 已经为时晚矣 为了在临终前跟女友告别 安东尼拨去电话 但因自己刚刚挂断了女友打来的电话 女友赌气也挂断了她的 就这样 安东尼遗憾离世 为了给搭档报仇 也为了速战速决 老白带上安东尼的尸体 再次开车撞向运钞车 近距离击杀劫匪 很快 劫匪在他的强势进攻下 仅剩毒贩一人 他奔想往车里灌汽油 以此解决毒贩 但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一旁 录下全过程的亨利开枪制止 他想让老白亲手除掉毒贩 否则他就把那段 杀掉女人制的录像公之于众 其实在银行门口 亨利就发现了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老白两人 但他没有选择声张 就是为了坐送渔翁之力这一刻 老白真是受够了录像 为了名誉 他只能照办 但在击杀毒贩的时候 自己也不幸中弹倒地 手枪不胜脱手 亨利见状走了过来 全然忘记对方 是个身轻百战的警察 两人在地上一番纠缠 谁都没落到好 老白提议握手言和 一起清理现场 把黄金平分 亨利自然知道 这是最平和的解决方式 但他不敢相信一个警察的话 没办法 老白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一一告知 亨利没说信也没说不信 最后两人达成六四分的约定 紧接着 亨利把备用车开了出来 将所有劫匪的尸体都移到上面 然后老白带着黄金 车前绑上绳子连接备用车 以达到两人谁都无法 独善其身的平衡 车子行驶至一片湖 亨利解开绳索 坐上老白的车 将备用车连同尸体撞进湖里 毁尸灭迹 完成这一切后 老白突然掏出手枪 想要私吞所有黄金 最重要的是 他不相信亨利 不会把那段录像公开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但亨利也不是擅长 不私藏的手枪瞬间完成反杀 老白临终前 请求亨利好好安葬安东尼 并给自己的家人寄续黄金 亨利全部硬下 随即把老白和安东尼潦草埋在湖边 带着全部黄金潇洒离开 11个月后 亨利买下一栋豪华别墅 把母亲和弟弟接到这里享受生活 而老白毫不知情的妻子和女儿 在不久后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小盒黄金 看样子 亨利并不相信老白那悲惨的家庭背景 这部是于2018年上映的犯罪动作片 逃出水泥地 在故事的最后 亨利陪弟弟玩一款名叫丛林狩猎的游戏 他们作为猎人猎杀游戏中的狮子 不管是在丛林还是人类社会 都有一则相同的生存法则 那就是只要狗到最后 就能笑到最后 游戏是这样 亨利的人生也是这样 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黑吃黑 都说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可界定黑白的准则是什么 没人能说的准 老白 安东尼和亨利 他们本都不是坏人 两个是努力完成KPL 涌抓罪犯的警察 一个是为帮弟弟抱断腿之仇 暴揍小混混而入狱的哥哥 他们本性都是好的 可在生活的摧残下 他们不得不在善恶间徘徊 等到反应过来时 已经身不由己 影片总共150多分钟 虽然前面的剧情有些平缓 但这就是现实生活中 一些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众生皆苦 如何选择 全看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